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7年9月1日中午 盘踞在任家天村的日后 第十一混城旅的两名士兵 穿入两里之外的王家天村 又闯进村民王阁的家里 日本人建王和家中有两个女儿 便兽性发作 一边大喊夸姑娘 一边向两个女孩呼去 当时正在家中吃午饭的王和 见状怒不可恶 他随手提起家中的领导 向两个兽兵猛批过去 那两个日本兵虽然凶残又靠死 但其实也是狐假虎威 贪生怕死似的角色 看到王和跟他们玩命 便抱头数算逃回了任家天的老窝州 勇敢的王和虽然救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但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便跟两个女儿一起挨家挨步去通知邻居 让他们赶紧躲避 找地方藏身 村民们听了王和的话 全部都跑了 但并没有跑太远 下午两点的时候 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日寇 真的找到了王家天 他们直奔王阁家中 看到没有人 就将他家的羊杀死 把他的房子给烧了 日后又到村里找了一圈 发现人全部跑光了 便扑向村外 把庄家地里搜索 他们先抓到了任家天村的王守人 王相 日本有人开枪打死王守人 王相中枪后幸存 一个小时后 下午三点左右 日后 又在王家天八十亩地的沟底里 找到了躲藏在那里的三十四名妇女儿童 日本人把其中二十多名年轻妇女挑出来 用刺刀逼着他们进入高粮地里强行监污 之后又让他们脱光衣服在地里跳舞 甚至连年迈的老太太也不放过 等日本人完后了以后 便把妇女们全部逼回村里 关在王昌家的院子中 又想把妇女们逼去任家天 想长期战友折磨他们 但是王家天村的妇女们坚决不去 日后恼羞成怒 先用刺刀挑死了刘三思的妻子 又丧心病狂地把被抓的妇女和儿童 强行推下院子里的两个山药轿中 其中王发的妻子撕死咬住一个日寇手指不法 被另一个日寇用刺刀挑死后推入教内 然后日后用甘草塞入教口点燃 再用磨盘石盖住 烧了半小时后才离开 日本人走后 躲在村外的群众 急忙赶回村中抢救亲人 但是大多数人都已经被烧死了 仅有五人被抢救过来 其中二十九人被活活烧死 在这起惨案中 日后一共杀害了三十名群众 日寇走后 还有两家幸存者因伤心过度 悬梁自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